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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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屏幕给换过来 那么现在呢 就让我们省医长给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PPT 你这样 你这样那个谁 喂 再听到点 你这个得先听听领导们讲话 然后再放PPT 先要能不能了解一下 对 先要了解一下 因为那个前期的徐总让你跟他们介绍了 嗯 我认为 好 好 今天呢 各位领导 这个大家好 今天呢 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国际组织 气货交易所 它如何运营的这方面的内容 包括我们国际组织的简单介绍 大家看到这个大屏幕上呢 是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简称叫IOWGCA 大家呢可以在网上查询的时候就把这个IOWGCA.org写上这个 以这个网址呢去上去了解我们国际组织 这都可以的详细的都可以了解的到 就是IOWGCA.org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气货交易所呢 它分了很多种种类的 包括我们数字证券 这个交易所 碳排放交易所 IGF交易所 IGF呢就是我们气货环境 绿色基金的意思 IGC呢是我们国际组织的验证认证的意思 包括文化交易所 石油交易所 农业交易所等等等等 它是都包含在里面的 那么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组织啊 刚才那个视频也都看到了 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技术发展 导致了我们的气货环境啊 除了大问题 那么我们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的 这个国家领导人呢 都认识到 现在必须用这个叫绿色产品 绿色技术发展 才是能够唯一解决 这个地球目前状况的这种方法 这个这个方法 没有其他办法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已经发现了 所有的这些产品技术啊 都要往绿色 技术绿色的产品当中去发展 因为在1985年 联合国和世界领导人呢 都签署了 就国际协议公约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1985年 为了保护臭氧生公约 和气候变化公约 这两个公约呢 是我们目前世界上 所有的主权国家 197个国家呀 全部都签字了 孙力平洞 都签字了 写人 旧 我的 冚